如果你正准备 或者是已经成为了一名YouTuber Up主 美妆博主 或者是想要开直播上网课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视频 看完了能救命 想学照片后期的老粉丝们 咱们下期见 一转眼制作视频内容 已经有差不多四个多月了 看到大家的评论和点赞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在这17期的视频背后 实际上有着苦不堪言的经历 和雪玲玲的教训 思来想去彻夜难眠 今天我终于找到了 降低工作效率的罪魁祸首 网词 尽管每次我都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 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 大脑一片空白 突然就失忆了 录制视频的时候 网词是每次都在发生的事情 记得第一部视频 我足足重录了有三十多遍 每一次录制能耗费几个小时 最后连相机都没变了 一来是真的背不下来词 二来我又是一个强迫症 很不喜欢一句话被剪辑了很多次 断断续续的看起来也非常影响观感 所以如果能够彻底的解决忘词的问题 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节省录制的时间 还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因此我查了很多的资料 看看其他成功的博主们 都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东西 提字器 在拍摄的时候把这样一个盒子放在相机的前边 把手机或者是ipad放在下面 通过玻璃的反射就可以看到滚动的字幕 因为眼睛移动的范围很小 所以在视频里完全看不出来 是在读 太棒了 这简直就是我想要的 搜了搜价格还真不便宜 亚马逊上从80到200美金都有 淘宝上最便宜的也要500人民币 说实话 这个价格真的是吓了我一跳 但我研究了一下它的结构和原理之后 发现其实它的制作并不是很复杂 所以我决定自己做一个 这个就是我自制的提字器了 尺寸的大小是按照我平时用的ipad mini来设计的 如果你想要用手机投屏的话 其实可以做的再小一点 整体的设计理念是既可以用相机拍摄 也可以使用像大江灵谋或者是手机 所以我在整个的这个盒子的背后 没有采用风口的设计 拍的时候照上一块黑布或者是黑皮屑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制作提字器使用的材料呢其实是很简单的 基本上呢家里都有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一块玻璃 用来反射ipad或者是手机上的文字 我这个呢是从一个相框上拆下来的尺寸是20乘以25厘米左右 玻璃越通透越好质量很高的雅克力板呢也是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外面的框架呢我用了很厚的黑色纸板 比较牢固并且啊也比较耐用 支撑住ipad不是什么大问题 指板一定要用黑色的可以很好的反射文字 并且呢不会给相机镜头带来反光 除此以外呢还需要有铅笔用来标记裁切线 手工材质刀钢尺还有黑色的胶布 平时擦镜头用的清洁液现在呢也可以用来擦干净这块玻璃了 整个提字器的设计重点呢就是要让这块玻璃以45度的角度固定住 所以呢我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支撑系统 可以将玻璃完美的固定住 尺寸为6×6英寸对角线裁开尾端呢留一个小尾巴用来拖住玻璃 上下两片纸板呢和玻璃的尺寸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8×10英寸 这样做的原因呢是加上支撑系统之后呢 还可以完美的支撑住玻璃 设计呢相对来讲比较简约 侧边的尺寸呢是高度6.5×8英寸 比玻璃支撑系统的6英寸呢要多出来 0.5英寸主要是为了留出空间 可以在拼装完毕之后呢 还可以有空间把玻璃滑进去 用黑色的胶布在里外呢全都固定住 全都拼装完毕之后呢 我还在下面打了个孔 用热靴螺丝固定住 这样啊我就可以支撑在灯架上了 用的时候呢放到三角架的前边 就可以直接的拍摄了 就是一个字文 接下来啊就是解决文字滚动的问题了 试了几个不同的免费APP之后呢 我觉得最好用的呢就是这个叫做 DV Properter的软件 百分百免费可以调整字体的大小颜色 还可以翻转文字和调节滚动的速度 这些功能呢基本上就够用了 整个的提字器的制作呀 就是这么简单 花不了几个钱 但是啊它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投屏显示的字呢 会有一些重影 我还试了另外一片亚克力版 也发现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啊就是玻璃的问题了 不过呀咱们都是个人拍摄 这么小的需求 有重影就有吧 能解决忘词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看在不花钱的份上咱就忍了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翻外篇 下一期黑白照片的后期技巧 也值得拥有 欢迎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